这里是心同科技OPANV视频教程系列 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 是324391148 有技术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论坛提问交流 会有技术人员为你解答 我们也可以在论坛中搜索相关的问题 来找到解决的方法 比如说颜色识别的 这些都可以提供解决的方案 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下OPANV的颜色识别算法 首先我们打开历程 OPANV的颜色识别有很多的历程 有自动的灰度彩图颜色识别 还有多颜色识别单颜色识别的 我们现在主要看一下OPANV的单颜色彩色识别 最开始也是导入磁代码所依赖的模块 然后我们来设置预值 这一句Threadhose是颜色的预值 分别是代表LAB的三个最大值最小值 然后重置感光元件 重置摄像机 设置颜色格式为RGB565 然后图像的大小是QAJA 注意在颜色识别中一定要关闭白平衡和自动增益 要把这个Auto GAN和Auto White Ball设置为FALSE 因为如果打开白平衡和自动增益的话 会影响颜色识别的效果 可能会使你颜色的预值发生改变 然后我们进入while循环 那里面首先先截取感光元件的一张图片 然后forblobs 名image.findblobs 这是Python的语法 意思是 在image.findblobs这个函数中 我们进行颜色识别 findblobs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列表 在我们的教程中可以看到 mook.openv.cc里面 寻找色块 这是findblobs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findblobs函数它有很多的参数 比较常见的就是thracehorse 就是颜色的预值 然后roi是感性曲曲 就是你想要在画面中的哪个位置 来进行颜色识别 是画面的中央的矩形呢 还是整个图案 roi的四个参数方面代表 左上角的xy顶点以及矩形的长宽 如果不设置roi的话 就默认是整个图像中进行颜色识别 在我们的历程中就没有设置roi的大小 所以默认是在整个图像中进行颜色识别 然后就是设置 x方向上查找的最小宽度的像素 如果你想要查找颜色色块 x方向的宽要大于10个像素点的色块的话 你的xdry就要设置为10 这样宽度比10小的色块就会被过滤掉 y'sdry的同理 然后inward是设置反转预值 把预值以外的颜色作为预值进行查找 比如说我们历程中设置的threadhose预值是这个 这一个颜色其实是一个红色 如果我们想要查找红色以外的颜色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设置inward等于true 如果不设置的话就是默认查找红色的颜色 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它把红色框出来了 我们继续讲这一个参数 L-ray stress hold是面积预值 如果色块被框起来的面积小于这个值 就会被过滤掉 所谓的面积就是这个框框的面积 如果你想要查找面积大于50的色块的话 你就应该设置L-ray stress hold等于50 这样比50小的色块就会被过滤 不会被框起来 Pixel stress hold是像素个数一举 这个是色块的像素 在这个图中就是这一个红色的 所有红色的像素点的个数 它们俩是不一样的 L-ray stress hold是被框起来的整个的面积 里面可能会包含其他的一些背景的像素数 然而Pixel stress hold指的是色块像素的面积 是在这个框中所有红色的像素的面积 而不包含背景的颜色 墨纸设置颜色的合变 如果设置为处的话 那么所有在这里面查找到的blobs 都会合变成一个大的框框 比如说在这一个颜色识别中 我们是多颜色识别 既识别红色又识别绿色 然后这两个框框都框起来了 如果设置为墨准为处 它最后会显示为一个大的框框 而不是两个小的框框 下面我们来看颜色预值的设置 Stress hold里面有六个值 分别代表LAB色域的最大值最小值 在OpenVide IDE里面有预值选择工具 直接选择tools MotionVersion Stress hold editor 是颜色预值的选择 选择frame buffer 是指从右上方的frame buffer中截取图像 我们现在要查找绿色的区域 那么就使右边绿色的区域变成白色 拖动这几个滑块 然后我们选择copy 复制 然后粘贴 预值工具里面的绿色部分 已经完全变成了反色 我们来预写一下代码 可以看到把绿色的色块给框出来了 这样我们就选择好了预值 除了预值选择工具外 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右下方的图像 直方图来进行颜色预值的选择 颜色直方图有这么多的色域 但是颜色识别中只用LAB的色域 我们框出一个框框来 这是红色 我们框起来绿色 可以看到绿色部分 这边这一个图代表的是L 我们选择最小的最大的 分别就是60 80 然后A就是 负60到负30之间 然后B就是负10到20左右 我们也可以这样的选择 刚刚的六个值也是可以所有我们的颜色预值 如果不框出来某个位置的话 下面的颜色直方图就是显示的整个图像的色彩 这个代码中 image.drawRectangles 意思是如果识别到了颜色 我们就在这个色块的周围 画一个框框把它圈出来 drawCross就是中间画一个十字 blob.cx blob.cy 指的是色块的中心坐标 我们来看blob blob就是findblobs返回的参数 blob是一个列表 它有这么多的返回对象 它有blobDectangle 返回的是色块的矩形框的圆组 XYWH指的是 框框左上角的XY坐标 以及框框的宽度和高度 分明为WH XYWH 还有blob.pixels 返回色块的像素数量 也可以使用blob4来获取 blob.cx 指的是色块外框框的中心XY的作标 blob.rotation返回了色块的旋转角度 单位为弧度 比如说我们识别的是一个长方形的物体 我们可以返回这一个长方形的倾斜的角度 我们可以打印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打印blob 在terminal中进行插看 暂贴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打印出来的blob XYWH是这个框框的坐标和长宽 pixels是色块的像素点的个数 CXCY代表这一个点 是在23587的位置上 rotation是1.2236 是指这个色块旋转了1.2236弧度 下面我们继续看code blob.code返回一个16bet的数字 每个bet会对应一个预值 因为我们颜色识别中 可能会是多个颜色同时识别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个 打开了多颜色识别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颜色 这边是red,grim,blue 每个颜色都有对应的一个code数字 在这个预值里面 第一个预值是红色 就是001 第二个绿色就是010 第三个蓝色就是100 如果在颜色识别中 同时找到了红色和绿色 如果你返回它的code代码的话 它就会返回011 如果同时找到了红色和蓝色的话 它就会返回101 blob.count是返回的整个画面中所框出来的色块的总的数量 如果你设置了墨值等于处的话 那么就会有多个blob被合并成一个blob 这一个函数返回的就是合并后的数量 blob.area返回色块的外框的面积 就应该等于blob.w乘以blob.h 除了单颜色识别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多颜色识别 这是我们刚刚打开的多颜色识别的历程 可以看到这边threadhose设置了三个预值 红绿蓝 主要的代码和我们刚刚的单颜色识别的代码基本一致 threadhose 这边是等于这个threadhose 我们来运行 我们发现它把红色和绿色全都给寻找到了 如果像刚刚的单颜色识别的话 它只会框出红色或者只会框出绿色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墨值的处 来看一下合并后的结果 点击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它把红色和绿色变成了一个大框框 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下code 就是刚刚的颜色代码 我们先把打印真绿的给注释掉 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返回的是三 三对应的二进制数就是011 011正于我们上面所说的001就是红色 010就是绿色 那么它既识别到了红色又识别到了绿色 那就是011也就是三 如果我们只识别一种颜色的话 比如说纸识识别红色 把这边设置成 预值设置成0 SWRES在这上面是一个列表 它有三个元素 SWRES0就是第一个预值 SWRES1就是第二个预值 SWRES2就是第三个预值 就是蓝色 我们如果只不想识别红色的话 可以在后面写0 所以是0 我们再预先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输出 这时候只输出1 就代表颜色代码是1的 也就是001 也就是上面的红色 关于颜色识别所用到的函数 我们可以具体的查看中文手册 以及中文文档 里面有更详细的解释 我们可以查看Blob返回的数据 这是Blob类 SWR对象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Blob.xy W等 所有的元素 还有刚刚的函数 也就是FindBlob 其他函数的用法 以及手册的查语 和这个完全类似 就直接在这里面查找就可以了 用到什么函数 就在这里面查找什么函数 可以看到它具体的参数的DBA 以及使用用返回的参数 我们今天的视频教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